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个姑娘和男友交往八年 曾经她一直都期待她能够向自己求婚 然后两个人先手共度余生 可是从20岁等到28岁 她真的等不起了 于是她给了男友两个选择 第一是结婚 第二是分手 在她的心中 男友一定会嫌自结婚 因为他们毕竟在一起八年了 八年的感情让她确信 男友就算是对她的爱 不是刻骨铭心 也一定是有爱的 然而最终 她的男友却选择了分手 其实 故事中的姑娘早就应该明白 在一起八年 都没有承诺一个婚姻 那么对方必然是不爱的 然而正是因为有所期待 所以最终才会因为期待落空而痛苦 生活有时候就是这样的现实 你以为你在她心中 举足情中 也许在她心中 早已经厌倦了你 你以为两个人已经侥幸 也许你从未真正地了解过她 还有一个朋友离婚了 当时她找我哭诉说 我提离婚 只不过是吓唬吓唬她 我感觉她会挽留这段感情的 但是她竟然连犹豫都没有 就答应了 朋友是一个典型的 显示良母一样的女人 不仅有着一个体面的工作 而且把家里也打理得 紧紧油条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好女人 在婚姻中 却并没有得到善待 朋友的丈夫不仅不体贴 朋友的付出 反而在外面死婚 朋友告诉我 她提出离婚 不过只是想要逼迫丈夫熟悉 在她看来 就算是丈夫对她没有爱情了 也会有亲戚 因为这么多年来 她对丈夫全心全意 照顾她的冷暖 呵护她的身体 然而 她却没有想到 自己在丈夫心中那样无足情重 讲真的 交心这种事挺优质的 没有人会真的感同身受 很多时候 期待越高 往往最终失望会越大 对于不懂得感恩 不懂得回报的人 别期待他们懂你的付出 别以为他们会被你感动 因为能被捂热的人 本来心就是热的 但这些人对你的心是冷的 世界上最难看透的是人心 对方对你的情谊 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多 不要高估任何一个人 对你的感情 当你过高地高估了 你在对方心中的位置 那么你往往会被伤得体无万负 人们总说 人的心思是最难裁透的 但是在感情的问题上 如果一个人爱你 自然会从各个方面 都能给你安全感 假如他对你厌倦了 从生活的小细节 都能看得出来 很多女人都不能理解 为何当初那么疼你 爱你 宠着你的男人 最后这份爱会逐渐变淡 甚至引别被厌倦与嫌弃 其实每个人的感情 都需要经历平静期 需要时刻注入新鲜感 来保持爱情的活性 由于男人女人的思维不同 在感情中 男人往往在前期 都是热情自活的 对待另一半 总是想要花很大的精力 但是在相处久了 尤其是在结婚后 热情逐渐简单 会贵凭精神过滑 而女人走不透 女人的感情 虽说也有一见钟情 但大多数更偏向于长期相处 日久省庆 时间越长 越对另一半产生依赖感 越离不开它 所以想知道男人 是不是对你厌倦了 看他的行为就知道了 一 在你身上花的时间 大大减少 所有人都是这样 你越爱一个人 就越想要和他待在一起 与他一起共度 所有美好的时光 所以那些不愿意 在你身上花时间的男人 也许只是不爱你 厌倦你罢了 就像前段时间争议很大的 徐璐与张明恩的分手世界 我们无法看到明星四下生活 到底是怎样的 但是单从一个综艺节目 《女儿们的恋爱》中 我们就可以从细小的细节中 发现两人的感情变化 相比较其他几对 节目中的明星情侣而言 徐璐和张明恩这对 仿佛已经没有了 恋爱时期该有的热情 张明恩总是借着 剧组工作忙的理由 与徐璐见面的时间很少 在其他男嘉宾 都想着怎样和自己女友约会 怎样与他们多相处的时候 张明恩只是偶尔 去到徐璐工作的地方探探班 结果最后不出所料 徐璐、张明恩还是分手了 感情其实是个很现实的东西 不是靠荷尔蒙就可以维持的 它需要的更多的是时间 如果你连在他身边陪着他的机会都没有 那么说明这个男人真的对你厌倦了 别再问他为什么那么猫 为什么不回你消息 为什么再也不接你回家了 要知道 爱你的人总会冲空来陪你 不爱你厌倦你的人 怎样都没时间 二 不关心你的喜怒哀乐 对你没有耐心 其实不只是感情 人对一切没了兴趣 厌倦了的人或事物 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漠不关心 毫无耐心 男人在爱你的时候 自然会包容你的小情绪 关心你的喜怒哀乐 便是花样能让你开心 因为自己心爱的女人快乐了 自己也就快乐了 有的女人总是说自己的脾气不好 但是脾气再不好 爱你的人也是爱你的一切 总会化解这些的 当一个男人对你厌倦 你开心地与他分享的日常 他只是随便看两眼便呼咽了事 你难过的时候 想找他选求安慰 他只是不耐烦地说了几句便挂了电话 在你想他给他打电话时 他总是借口有事逃避 一次两次也许是真的有事耽搁了 但是时间久了 你会发现 原来他只是对你没有耐心了 你的生活境况 你的喜怒哀乐 都能不在乎 又和他爱情 三 总是各种嫌弃你 挑你的毛病 从刚开始的 你穿什么都好看 到后来 你这样穿愁色了 别给我丢人 从最初的 没关系 你怎样我都不会怪你的 到后来 你再这样 咱俩就继续不下去了 最初总是美好的 宝贝宝贝地叫着 夸你可爱 夸你做饭好吃 觉得你就是最完美的人 后面总是残酷的 时常挂在嘴边的你好饭 讨厌趁你做的饭 总是拿你与别人比较 来看低你 都说 情人眼里出席时 热恋气的男人们 即使女方身上有一些缺点 也会自动在眼中加滤镜 忽略掉他们 但男人一旦没了新鲜感 这种滤镜便会自动消失 所有缺点毛病 全都展现出来 甚至被放大 感情中的女人都是敏感的 或许爱情可以未成 但她绝逃不过 爱你的人的眼睛 其实厌倦了没有那么可怕 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活出自我 学会维持感情中的新鲜感 你也会获得幸福 我们从小看到的爱情故事 总是两人携手到老 不离不弃 这种感情是最好的 小时候也是我们最羡慕的爱情 长大后我们也都是 人人都羡慕那样的感情 和一个爱的人一起过一辈子 那该是有多幸福啊 但是如果生活能和故事一样 就不会有那么多悲剧了 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离婚的人很多 在一开始刚刚认识的时候 各种讨好 各种关心 男人追女孩都是一个套路的 买零食 送娃娃 接送回家等等 各种甜言蜜语 各种承诺 买什么东西也是 实现就付钱 眼睛都不会眨的 等到女孩子被打动之后 两个人在一起了 一般来说 女孩子都是在一起之后 会越陷越深的 可是男人不是这样子的 他们总会在一起 时间长了 就开始厌倦这段感情 甚至越来越忽视 女孩子的感受 于是最后女孩子被伤害了 男人潇洒地离开了 爱情里的女人 永远是最无私的 也是最傻的 你把对方放在心里 很重要的位置 事实迁就 委屈求全 即使对方已经很敷衍了 却还是会忍不住 替他找着借口 但是若你真要和这样的 男人共度一生 最后只会落得一身伤痕 不如及时看清她的真面目 别把最好的岁月 给了最不值得的人 这个时候女孩子 一定要知道 男人什么表现 代表什么心理 下面就来说说 男人什么表现 代表已经厌倦了 这三句话暴露了 一个男人爱你的程度 别闹了 一开始男人 对一个女孩子 感兴趣的时候 是会超级主动的 哪怕是热脸 贴你的冷屁股 也会主动的 他们总是会很积极 比如在刚开始恋爱的时候 总是会主动的 早早的就来接你下班 或者主动给你 买最爱吃的早餐 甚至还会出气不易 给你准备礼物 准备各种惊喜 来获取你的欢心 但是男人一旦对你 失去兴趣之后 态度会是有 180度大转弯的 最明显的就是 不再对你像之前那样热情 也不再主动的联系 一说起 要为你做什么事情 总会不耐烦 甚至连你生病 都不愿意关心你 照顾你 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明白 他对你已经厌倦 或许是时候 该与他保持一下距离了 男人可能热恋的时候 把你当作宝贝 生怕你什么时候就不开心了 变着花样的哄着你开心 让你高兴 那时候就算为你当牛做马 他也愿意 哪怕你们吵架 他也会及时来和你道歉 哄你开心 即使自己没有错 也说是自己的错 吵架之后就各种惩罚自己 因为那个时候 他还是拿你当作宝贝的 所以他会包容你 包容你的脾气 包容你的任性 包容你的一切 但是一旦他厌倦了 即使你们吵架 他都不会再来哄你 你生气就和他没有什么关系一样 对你莫不关心 最后还要你去哄他 这个时候女人就要注意了 男人就是不爱你了 请相信这个最大的事实 认清现实或许是最明智的选择 有句话叫 情人眼里出息诗 这句话一点没有错 刚开始恋爱的时候 他会觉得你是世界上最好看的女人 别的女人根本都不能和你比 甚至你生气的时候 他都觉得可爱 可是男人一旦不爱你了 就会觉得你哪都不好 嫌弃你的丑 嫌弃你胖 嫌弃你穿衣服没有品味等等 各种小毛病就开始挑 甚至严重的开始看你越来越不顺眼 巴不得你能和他吵一架 然后分手 所以女孩子们这个时候不需要留恋 或许离开他是对他自己最大的爱吧 当你因为某件事不开心和他发小脾气的时候 在乎你的人会想找出你不开心的原因 然后解决问题 不在乎你的人则会觉得你很烦 总是不耐烦的让你别闹了行不行 归根基地就是因为他心里没有你 也没想过要好好维持这段关系 才习惯性的认为你是无理取闹 当你跟他吵架时 他不觉得自己有问题 遇到了事情 同样只想着逃避 和这种男人在一起真的很累 心中的不满会越积越多 最后赋水难收 女人是容易情绪化的生物 有时候一天小时就会让他变得敏感 但这种气来得快去得也快 只要你稍微哄一下 他的心情就会好起来 若是你对他不闻不问 反而一直嫌弃他 才会让他真的生气 一段好的感情里面 不是只有甜甜蜜蜜 一定也会有争吵伤心 如果他只愿意看到你温柔乖巧的那一面 却接受不了你的小情绪 那么这样的感情一定无法长久 2.我很忙 张爱玲说 一个人如果没空 那是因为他不想有空 一个人如果走不开 那是因为不想走开 一个人对你借口太多 那是因为不在乎 相信我 如果一个男人特别在意你 是不舍得代卖你的 你发的信息 即使他没有及时看到 也会在看到之后马上回复你 而不是你追着他问来问去 最后甩来一句我很忙 其实在我看来最伤人的三个字莫过于此 这代表着对他来说 还有很多事情比你更重要 所以有空也不愿意和你闲聊 更不愿意你管他 觉得你太粘人 毕竟一个很爱很爱你的人 不会觉得你的联络是一种打扰 每次看到你的消息 还总是会觉得很幸福 因为这证明你很在乎他 女人不在爱你的时候 才会懒得关注你去了哪里 在做什么 他会给你足够的自由 对你不闻不问 当男人开始对你冷淡 常常以忙为借口 不联系你的时候 尽选择离开 宁可高傲的发美 也不要死缠到发疯 三 随便你 再深的感情都经不起 一次又一次的敷衍 两个人相处 沟通是最重要的 若是每次出现了误会 他都懒得理你 一句随便你怎么想 就打发你了 任由关系的裂缝越变越大 这样失望的次数多了 就算再爱 也不会再有勇气坚持下去了 女人真的很敏感 容易因为你的一句话 一个表情就像东小西 这个时候你要做的是 认真听她的说话 然后亲口解释 给她完整的安全感 其实女人最受不了的 不是误会本身 而是你的那种 对感情无所谓的态度 每一句随便你 就像是在给她泼冷水 然后感情会越变越僵 等真的到她死心的那一天 就算你想要解释 她也懒得听了 有句话说 在错的时间 遇上对的人 是一场伤心 在对的时间 遇上错的人 是一声叹息 在对的时间 遇上对的人 是一声幸福 愿你往后余生理 不将就 不妥协 把幸福牢牢地 抓在自己的手里 信息要发给秒回的人 温柔 要留给爱你的人 愿你眼中总有光芒 余生活成你想要的模样 今天给您分享的文章 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聆听和守候 为了和粉丝更好的互动交流 听书歌 已经在Facebook 开示了主页 大家可以根据图片指示 添加一下 如果你有任何情感问题 欢迎来我们的Facebook上留言咨询 如果你愿意把自己的故事分享给大家 也欢迎来我们的Facebook上投稿 如果你喜欢听书歌的文章 欢迎点赞和订阅 也欢迎大家转发给更多的朋友 分享你的体会 人生的旅途让听书歌陪伴你 我们相遇明天 不见不散 他说每个人的心中 我受的那是 我曾为你很沉默 我说青春很沉默 我从来的 所有机会 我愿望 我亲自跟着 我亲自跟着 我说刚才的刚才 我唱起那首歌 一次那么长 我却一直都记得 他说你还会唱 而声不骂 我来唱副歌 一个人的声音太淡薄 他唱一句 我轻轻跟着 连声音都充满表情和 动作我唱着歌 他安静地笑着 我说岁月太纯粮了 他说岁月太纯粮了 那旋律把时光都演了 他说每个人的心中 我说你那是人的人 我最悔你哼唱过 我说岁月太聪明了 愛不得深刻 你和我住室 你和我走長期生活